做開這行業一段時間,不少都會遇到在這個行業很有影響力的人 在這裏我就要拆散來分享一些改變我很大的經歷 米字先,這個其實是下集 如果你未看上集的話,你可以在留言上按上集先看 因為你無緣無故在這一集,是有多少奇奇的 好,我們繼續去這邊 接下來第四個經歷是來自Alvin Nicole 不是搞笑話,他是一個很親切和很肯去分享的一個發言師 我們是在Loreau的Education Trip認識的 當然有坐下來分享,有講到一個我今時今日都很記得的一個建議 就是,他就說,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他的一個成功的時候 這樣,當你成功的時候,就不要囂張,不要驕傲 因為他有親眼,見過一些他覺得很有Potential Head Statist 因為驕傲,就錯失了很多機會 因為未到那邊,就已經是把自己放得太高 就很難再去遠一點,因為有很多障礙 就有一個其實跟人配合的障礙 所以不管你在多後面也好 你其實拉美也還有人 不過不管你做到多前面也好 你前面也還是有人 所以你在後面的時候,你是不需要怕包尾的 而且你在前面的時候,你是不需要驕傲的 因為前面還是有人 簡稱來說,就是不要停止學習的態度 即是他們不是說爽 因為羅勞的AA,有時候我們去羅勞的Education Trip的時候 他們真的跟我們一起去學習一個新的東西 而分享最多的也是他們 然後接下來第五個經歷就是來自Ride the Wall 他有分享過一件事是很簡單的 不過也不是很簡單的 他就說,一個貴的haircut和一個便宜的haircut有什麼分別呢? 在那個時候的經驗當然想,可能服務掛地點? 然後他就說,其實是仔細工的 英文叫detail 那為什麼我會說它是一個很簡單不利很複雜的東西呢? 因為如果你拿一個名牌袋和一個普通袋來做比較 其實它貴的絕對不是只有牌子那麼簡單 因為它貴的是它的仔細工 它的車線,它的仔細 就是你看下去你就知道這個其實是貴的 當然不仔細的那些是不是不靈的 其實它的款式也是有的 不過它做不仔細的 譬如說,那些車工、拉鍊 還有看下去的價值 其實你看下去你就知道那個工是有個極限的 所以頭髮其實都有的 可能剪不多頭髮和被人剪不多的頭髮的人不覺得 或者是不在乎 不過其實如果你看清楚一點的話 是真的有個分別的 而我敢說的就是 那些仔細工是真的不會便宜的 接下來我們帶來的目的經驗就是來自Kervyn Wu 這個要說回在幾年前的Franntouch那邊 做上去的課程 那時候我跟一群髮型師在那裡說 最重要是跟那些客人比較多話題 最重要是溝通、說話 剪落法的時候最重要是entertain到這些朋友 在這個班結束了之後 她就坐在梳化那裡等我的朋友來賽 那Kervyn也是在那邊的 因為她也是在等著人的 那當然在這個moment 我們就聊了一下子 然後她就跟我說 其實剪頭髮的時候 其實最好是盡量說笑些事 因為你真的要focus你做的事 進入一些很經典的狀態的時候 你真的要停下來 去focus你做的事 所以你沒有辦法說很多話 其實你在那個moment 你真的要專心去做好你的Head Cut 或者是你的工作 你回想她說的話 有時候真的不是開玩笑 因為你剪頭髮的時候 你真的要很仔細地提 因為一些危險的位置 如果你好傾到興奮的時候 你真的錯過了那個位置 有時候真的不能夠 所以到今時今日進入一些危險的位置的時候 都會注意一下 暫時會停下來一些話題 去專心那個位置 其實在我這個人生的事業旅程裡 都有遇過很多在這個行業 和在這個行業以外的朋友 都有給一些意見 其實他們分享的東西 還不止那麼少 而分享的人是有更多的 只不過我是提供一些 對我有影響的一些經歷 因為都希望可以幫到其他人 因為我自己本身 都很喜歡借人家的眼睛去看這個世界 所以我有時候會問 關於一些我覺得的東西 然後我看看她看的東西 跟我一樣不一樣 所以過濾了之後 就會把這些經驗分享出去 那你們聽到之後 你們就會看到其他的東西 還有最後一個經歷 最後一個經歷是比較特別 不是髮型才跟我說的 反而是我的客人跟我說的 那有一天我這個客人 就過來我們那邊做頭髮 那剛好有一個同事 就犯了很大的錯 那當時的我是很暴躁的 就沒有什麼懂得去控制自己的貨 我就跑去罵她了 我想這個真的 每個人都有犯錯的事情 然後我幫她剪了一半的時候 她就問我 她說 Joshua 其實你覺得你的工作 不愛做給你 但是她暫時做不到給你呢 然後也是有點慚愧的 然後她就說 其實你以前也有做過工的嘛 那你都會很努力地去做好自己的份量 去證明給上面的人知道 你是做得到的 但是有時候有些事情 其實放了心機之後 你都未必做得到的 因為不夠經驗 然後上面的人就說 你沒有心機做 然後做到不好 你有什麼感受呢 明天就會覺得 為什麼沒有私後過這件事呢 所以今時今日呢 我就會放不同的要求 在不同的人身上 那你就不會生氣 因為你要求一個 不是那麼快的人快的話 要求一個快的人慢的話 是一個 是一個自己拿來擊的東西 所以有時候真的要很感謝 你身邊給你意見的人 因為有時候你是看不到自己的漏洞 為什麼沒有提到技巧呢 因為技巧這件事 是好看一個人的性格 經驗 他的生活環境 他接觸的人 他的學習能力 以及他的出發點 所以為什麼我們每一個人 在同一出戲 但是看到的東西 是不同的 這個也是 為什麼我們每一個人 都擁有自己獨特的技巧 的原因